六聊四敬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六 今天來看波蘭對上不列敵人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長生之處 長生之處的話 中間會有很大片的這個樹的面積 都是可以伐木的 那到這個中後期 可以選擇升級這個投石側的升級 然後可以把樹砸光 然後突襲敵人的城鎮中心 算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張圖 那打法的話有點像是偏競技場的那種感覺 但是又比競技場更好入侵敵了 因為這個牆只是個木牆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文明吧 波蘭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那它的文明特性是 模仿取代 被這個大莊園給取代 在大莊園旁邊撒田的話 就有這個加成 那這個加成是農田一種完 馬上收成10%的食物 所以這個食物的獲取量 是會非常非常誇張的 好 那再來講這個波蘭的挖石頭 波蘭挖石頭的話 會有慢慢產生黃金的效果 這就代表說波蘭這個文明 不過以正常的挖石頭量 跟黃金量跟對方一樣的話 就把全部的石頭跟黃金挖完之後 波蘭的黃金量還會比對手多一點點 那算是一個蠻強勢的一個能力喔 因為波蘭這個能力會強勢是因為 他在經濟場啊 或者是在這樣圖 只要打塔弓的話 或是阿拉伯打塔弓 挖石頭會產生黃金這些事情 可以讓封建時代 更好的上城堡時代 因為通常挖石頭就是會比較傷經濟一點 你的經濟自然就會不好 但是波蘭可以稍微補正這個缺點 挖石傷經濟的缺點 所以這樣導致說 波蘭在這個戰術方面選擇 塔弓算是比較適合一點 因為波蘭的塔弓 黑暗時代的村民就會回血 然後封建時代會回更多 所以導致他的玩法來說 是比較多元化一點 不會像其他文明喔 塔弓比較沒什麼太大優勢 但是以波蘭來說的話 塔弓還有一些小細節來說 算是比較全面一點 好 那 先來講 不列顛好了 不列顛的話前期吃獎有加成 那到城堡時代 弓箭手才有多移的射程 其他能力之外的話 就是都比較偏弓箭的 那TC也比較便宜一點 那都 我覺得不列顛這個文明喔 到城堡時代會比較強 那城堡時代之前 並沒有太多加成 欸這個怎麼進去了 突然這個刺頭怎麼走進去 我剛剛想說會不會進去 啊馬上就進去啦 有點小尷尬 然後這邊進來之後要小心這個 燃養喔 如果放在這種位置的話 很容易會被這個刺頭砍到 會不會直接被砍死 所以這邊有稍微把這個羊空了一下 畢竟不列顫喔 沒有羊的話會很傷的 那我們這邊先加速一下 看看裡面怎麼打 好那這邊是 看起來 這個開局蠻正常的 應該是20P點 上風 對兩邊都是20P上風 對兩邊都是20P上風 這邊這個 看其實 看這個P數 就可以大概知道 兩邊的打法是什麼樣 那有沒有挖屎 有沒有出來村民啊什麼的 哇一講完村民就出來 好啦四村 OK 那這樣脫爛算是一個很標準的喔 塔公公開局 好那這邊點下來 一級農田跟一級木 欸這邊取消一級農田喔 那這邊取消一級木不太確定是為什麼 可能還覺得自己的羊還夠吃喔 還沒有必要去點到這個一級農田 想要來省這個牧場 去蓋這個射箭場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塔公公戰術喔 塔公公戰術就是 封劍時代插這個料望塔 然後利用這個射箭場 造這個小弓 然後攻兵喔 然後進去射箭場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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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射箭場 這個料望塔裡面 就可以有那個 額外的傷害加成 這個箭塔似的傷害就會非常非常高 然後攻兵又有更高的機動性去騷擾對手 那就變成說 對手不出攻兵的話 也要插箭塔 那就會變成說 他的村民一定要到這個料望塔裡面 那你本身就不用這個村民去 這個料望塔裡面 就可以跟對方對射 然後還可以同時可以修箭塔的一個動作 那算是一個比較細節的一個打法 那但是這邊 普列典也是會打工兵喔 因為他本身是工兵文 所以這邊工兵出工兵 沒什麼太大的毛病 好 這邊直接村民打架 因為波蘭其實沒差 因為村民是會回血的 就算這邊扣了一點血也沒關係 但是血就回回來了 這就是波蘭的塔攻很強的原因啦 然後那普列典這邊 再度反擊 然後要來出隊工兵跟釀望塔 我的旗子隊友打很兇欸 哇這個波蘭怎麼那麼猛 兩邊一級射我點下去了 但是這邊波蘭有優先點 有一個優勢很的優勢在 這邊一級射 趕快跑這個已經蓋好了 哇這個蓋得起來沒問題 OK 好但是這個劍塔 就算射了一級射 還是射不到後面這個劍塔 哇這個普列典算的位置 還算蠻精準 好這句我們剛剛說 塔攻的戰術就是要利用這個 工兵去這個劍塔裡面 才不用浪費這個村民採資源的時間 欸 欸 他怎麼拿殘血的出來啊 修 欸 這死一村欸 呵呵 我看一下 哎呀真的死一村啊 在這邊工兵起死喔 最要的方法是 要把工兵放進去 但是因為這邊要去戲弄對方的 瞭望塔 他射出來的時候 趕快修到極限的時候再進去 去調戲對面的射箭場的一個傷害 所以才沒有把工兵拉到前線去射擊 但是這個 我覺得有點困難啦 因為剛剛少了一村 然後 這邊村民其實 我覺得會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趕快在這邊再補一個 瞭望塔 然後直接插進去這樣子 感覺會更好一點 去補第二個劍塔 然後慢慢插進去 是比較重要的 我覺得 那他這邊 一直讓村民在這邊修的話 太堅持要 打這個地方 可能會有點傷 不如在這邊 再補下一個 瞭望塔 然後封他石頭 然後再慢慢打進去 然後再把這邊石頭也 稍微封一下 他直接斷死喔 會更致命一點 但是 波蘭這邊 由於剛剛刺頭進去的關係 導致他這邊 沒有其他資源點的一個視野戰 所以沒辦法確定他的 另外一個石頭在哪裡 情況下可能就有點 想要針對這根 瞭望塔 然後去拖一石劍 這現在看起來是 比較有可能是這樣子 不然他這樣子 其實浪費蠻多時間 在這根 瞭望塔上面 其實對這個 塔弓戰術來說 是比較不好的 欸會死喔 這個會死喔 很危險很危險 欸 死了我就知道 哎呀 他這個血量沒有回到一定的值 很容易就會秒掉 這就是 塔弓的一個細節 你如果硬要修的話 那你就真的要控跑 不然就是要趕快再補個劍塔 對嘛 早該補了 在那邊 剩下兩吋的時候才來補 你這樣兩吋來蓋的話 很容易蓋不已 人家拉個三吋四吋或五吋之類的喔 馬上就超越你了 還有可能你蓋不起來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看這個波蘭塔弓戰術 這一波是涼了 但我覺得 不列天這邊是守得不錯 他這個塔的位置也是蠻講究的 他這個塔插的位置喔 這個塔就設不到 那他這個雙塔就能不能一起 集合這根塔 這根塔就會好好的反制 然後你看 兩隻來蓋 然後蓋不已 然後還有可能要送村 哎呀 大失敗阿 波蘭這個塔弓狗 才一說這個波蘭塔弓狗會有優勢 就是馬上就要查了 好來看一下這邊 誒小弓要進去了耶 哇真的假的 直接進來 加速一下喔 這個前期的一個查弓打得有點久 好那這邊 不列天點下了一擊防之後 應該可以打個正面攻擊 不是問題 好但是 不列天已經點下了這個城堡石帶 但波蘭這邊好像沒有蓋這個 市集的關係喔 沒辦法 用這個 這個世界 調整一下機器喔 我還一講完就 一下這個世界 呵呵 我這邊講什麼 他們就做守門 那好像 好像我在打壓 其實也沒有啦 因為本來就是這個遊戲 是這樣子 只要經濟失調 這個時代上的玩 就該做什麼事情 玩久了 所以大家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十之八九 不理死 就是這個概念 好 那這邊上了城堡石帶 不列天應該會馬上下這個強弩喔 然後再補下TC 那這邊不列天選擇是要下TC 3TC還是ETC加一個大選 欸 這邊是選擇下這個工程性製造所 因為他這邊工兵沒出門 如果是工兵出門的話 打一個變身timing的話 剛剛說的打法會比較適合一點 直接去騷擾不理 忽然家裡會比較好 好 那這邊下了二級射跟強弩三級 但是 並沒有下這個大選 下BK 下BK的話 就是要來拆這個頭 拆這個箭塔 應該是會出這個頭車喔 欸 出衝車欸 哇 出衝車的話很危險喔 出衝車的話 就代表你的兵 要進去這個箭塔設成 Net 再cover衝車 才能把這個 箭塔給拆掉 不然這個衝車單獨 衝進去 可能會被這個村民喔 跟其他單位給直接 印記掉 村民直接過來硬拆 那你這個 工兵就要進入 箭塔射程裡 然後就會被這個箭塔射啊 好 但是如果你要進去一點的話 就要進入 射程內 但是 但是 這樣子我覺得沒有比較 算啊 哇 死了一大堆的兵啊 然後村民再出來就繼續拆 哇 你的衝車就這樣送光了 然後再修一下 對不對 沒有什麼太大衣服的感覺 還不如出兩台頭車 對不對 跪一下 然後工兵放在這裡 對面 對面趕過來就把他頭爆 不然就是這個 頭車喔 直接硬拆 然後工兵直接繞過去 從後面繞出去 繞一圈 然後開始射 去騷擾破爛家會更好一點 好 但沒有關係 因為這邊我們是上帝四角 所以我們現在有點在事後諸葛 看到結果論 但我還是覺得 衝車來拆這個雙箭塔來說 比較沒什麼適合 頭車還是比較優一點的 好 那這邊補一下TC 那大學呢 大學要補一下 沒有彈道學的話 這個箭塔 這個工兵喔 射的就是射得很歪 這邊是不是要偷去 偷偷去 偷偷去 破爛家 看起來是喔 但看一下破爛有沒有看到 看一下 欸 沒看到 哇 他的兵直接在他眼皮下 繞過去啦 那他這個走的位置 要很小心喔 要走這個地方 不然他這個兵過來就會看到 好 但是兵蓋也是不會過來 因為他前線都是蓋射箭場 直接給前線出兵 但這邊破爛前線也是蓋下BK 要來反制喔 哇 兩邊投射互換 好 直接換光了 然後這邊有一隻工兵去探查 看有沒有 繞工兵到我家之類的 但沒想到 布列甸的 便已經到了這裡喔 但這時候 我覺得破爛應該心裡有底喔 這麼長一段時間沒有看到工兵喔 就跟打肉一樣 你看到打野那麼久沒有出界 那種可能去一去中路了 或上屋下路都有可能 死之八九不離死喔 不太可能在野區喔 在野區不可能待那麼久 所以這個工兵 他已經到這裡了 好 那這邊 波蘭馬上就意識到 欸 果然來到我家啦 第一個法案就是 先為防止防守 然後這邊還有一隻手在砍 但這邊一進來的話 這邊會全面要跑了喔 而且這邊的 這個大莊園的農田 都不能收成了 好 那這邊 直接把工兵拉回救 好 那這邊 布列甸的 奴兵到了這邊 就沒辦法再繼續了 因為這裡有 TC站 這邊伺候殘血進來 直接被村民直接 圍毆致死 拿出拳套 直接開毆 這個沒有辦法 刺猴 血量沒有很多 好 那大量的 戰毛回來了 看一下這裡要怎麼跑 你現在要儲蓄來不及了 後面直接一個包夾 你只能硬點了 要不要先 又先點掉工兵呢 工兵要不要先硬點了 欸 沒有先硬點 欸 有 有 工兵還是要先點掉 哇 還在打木槍 別打木槍了吧 直接換兵喔 或是抽點個村民也爽 OK 這邊堅強武 有點虧喔 但沒有關係 這邊 該送掉就該送掉 趕快把自己 經濟搞好才是個 重點 兵 送掉就 就當停損喔 停損之後 就趕快 去農自己的經濟 好 那 投車出來 直接開閘 打 波蘭這邊其實 投資蠻大量的 這個 經濟喔 在這個地方 個人覺得 嗯 波蘭這樣打 打得有點太強勢了 因為波蘭這個強的地方 是在他很濃的地方 那他沒有 迅速濃上去的話 把太多的前騎木頭 投資在這個 頭車上 或是在工兵上 會有點傷經濟 沒有辦法把波蘭最大價值拿出來 波蘭最大價值就是他的農田 特別的強勢 那他上城堡時代跟帝王時代 都有一定的優勢在裡 那我覺得他應該要繼續擴大這個優勢 然後上到帝王時代 然後把這個便宜的重裝騎士點出來 只要30黃金的重裝騎士 非常非常值 點出這個之後 波蘭就可以打一個 超級大馬爆 這是他的核心的玩法 當然這邊波蘭看起來 是沒有打算這樣做的 而是打算單純的蓋這個魔法 然後要來樹地王 所以現在這個城堡 雖然可以點帝王之後 再去挖石頭 然後再去補這個城堡 去點就剛剛說的這個科技 貴族特權 但是如果他這樣打的話 那他就要 可能不是要打波蘭的這個 重裝了 因為他這邊重裝的話 肉量一定不夠 可能會繼續打頭車 或直接轉強弩 然後壓寶 然後直接地王開頭 但是這邊 補列典也點下地王時代 但村民樹目前波蘭 落後蠻多的 多約大約17村左右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波蘭就會非常非常難打 這個地王時代 可能會有點苦戰 好投車過來硬砸 先砸村民 哎呀 直接倒了一堆 砸一發 能不能不知道 先投投車嗎 還是要投村民 投車先投 直接秒掉個 哇 再倒一村 哇這裡大量的村民 直接收村了 沒辦法了 直接投 不錯 一出來先換掉一隻 但是來不及休 哎呀一出來直接停頓了一下 沒辦法 OK 那這邊大量的村民 不知道該怎麼辦 在提示裡面 等待機會 蓋這個城堡 如果是我的情況 我就會拉一大堆村民過來 直接硬蓋 不然這個蓋不起來實在太虧了 還有60幾%其實還蠻多的 欸這裡還有投車 有投車的話很危險 哎呀有空 好那後面補下更多的射箭場 看來是要走強弩路線 好那帝王時代的話 破裂典 強弩就會多二射程 城堡實在多一射程 那地方實在多二射程 那地方實在多二射程 那這樣射程多這麼多的情況下 那再來處理這個 戰錨的話就會稍微有點優勢了 基本上不要被戰錨貼到 強弩是可以一直瘋狂白飄的 好 普列典點下來了 三級射 那化學還沒有點 那反而是突然點下了化學跟三級射 反而這邊突然是要來打這個工兵的 但這邊不是打強弩而是打這個戰毛兵而已 這也算是可以喔 畢竟他這邊黃金確實是蠻糗的 好城堡蓋到後面 但是對方的城堡已經蓋好了 巨型投石機隨時都可以準備出來 後面來偷偷挖金礦 那下面這邊圍了一點怪怪的 圍了一個L洗 可以讓對方透過去的一個L洗 好 這邊繼續再射 看來要直接收掉了 好 那終於補下第三個PC 忽然終於意識到了 欸 這幾村民好像有點少 八十幾村 但普列典跟他這邊有被殺幾村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村民是並沒有拉開這麼多 兩邊都是殺六村的一個 對比喔 KD值來說 普列典 目前看起來優勢是比較大一點的 這邊三TC運行得比較久 但是兩邊都有一個問題喔 沒有要點一下手推車這件事情 波...波蘭這邊更慘 連二級伐木都沒有點 缺木缺的鑰匙 然後一堆伐木工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在忙著打架的關係 所以他這邊 露失掉了一些科技 是情有可言 我自己打的時候也會這樣 就太專就在打前線 因為他整場從頭打到尾 沒有時間去給這個竹技科技 一直把這個資源投資在這個軍事上 就可能會忘記一點科技 就是問題 但是這邊 普列典有點是這個風行局 這邊很不可衝擊 但我覺得這個二級田 再點一下 對波蘭或普列典都算是比較好一點 畢竟這個二級田點的價值蠻大的 三級田可以不點 但這個二級田我覺得還是要補一下比較好 經濟會更舒服一點 兩邊投起來三巨頭 三巨頭一定可以搞定一座城堡 這是普遍的定律 好那這邊二巨頭的話 你看這個城堡還是可以修得回來 三巨頭的話就很難修得回來 好那三巨頭 直接硬拆掉了波蘭的城堡 那兩台巨頭實際 依舊是減掉不利典的城堡狀況 大量的戰毛直接過來 但是波蘭的戰毛也是蠻多的 而且普列典是沒有霸學的 這個少一攻其實有點差距的 而且這邊三房也沒有點好 所以這邊被打還是蠻痛的 雖然這個戰毛打的是外傷害 我跟防御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但我覺得防御還是該點一下 有機會就點一下 好發水凍點好了 可以點直接 要硬拆嗎 火炮要不要先投掉這個 欸唷投掉了 OK投他直接解決了火炮 火炮有點困難去擦後面 進行攻擊前面大量的戰毛跟強奴 不是強奴 爐兵 慢慢來走得出來 這個軍在往前 只能稍微打一下這邊村民而已 但這個好像沒有在空啊 在亂打炮了 這個炮越打越歪啊 GREYTON 一分再補一下這個女村 欸不解鎖掉了 唉呀 好 進行投資機出來慢慢往前推進 開始要來拆破爛的一些軍事建築了 但是 川民數量還是落十六村 那三級防還是點一下 還補下這個 重裝重槍兵的升級 那順帶一體補列典也有這個大騎兵可以用 所以他對於騎兵的克制來說也是相當厲害的一個人 那波蘭這邊總有一直到自己經濟很差的原因了 等一下二級龍土攻二級伐木 那這樣經濟就會瞬間起飛喔 好 點一下這個肉馬 那順帶一體補列 波蘭的肉馬 是可以升級這個波蘭一騎兵 而且 他的精段 是可以讓這個肉馬 有這個踐踏效果 就是敗戰體的 後期能力 就是他的敗戰體升級兵 會有這個擴散效果 那在這個波蘭這個文明裡 只要出肉馬 就可以拿到這個擴散效果 非常非常的香 所以波蘭他不管是打馬 或者是弓兵阿 或者是步兵阿 或者是步兵阿 步兵這個垂兵凹不起 打起來是特別香 步兵 弓兵 馬國 什麼都可以 全能型的文明 但是 步兵這邊 打馬 雖然會有少點劣勢一點 但基本上對我來說 他也是全能型的文明 因為 步兵他是沒有品種的 血量會略差一點 但如果真的要打馬的情況的話 還是可以出一點這個 輕騎兵 或是重裝騎士出來扛 那我覺得他最強 步兵的玩法 還是這個 極兵加上 強弩 或是強攻兵的一個方法 因為極兵加強弩或是長弓的話 正面的話可以扛住這個奇兵的衝鋒 那射程來說又有個優勢 攻兵對射的話 不利點也不會太速 雖然沒有這個母子 射速可能慢一點 但利用這個射程優勢 可以吃掉滿大量的一些 像是遊俠 或是一些高架單位的重裝護隊 這邊射程真的蠻重要的 好 那這邊不列列拉了更多村民 想要來挖野石 結果一挖就是挖到對方突然的野石 然後這邊想要圍 圍牆把對手圍起來 但是時不時他已經把農體蓋在這裡了 好 那這邊突然在節節敗退 把兵往後撤 在家裡補下更多的軍事建築 那就是為什麼城堡一掉之後 他這邊就沒有辦法同步生產 這就是為什麼城堡 巨型頭石機加護手的時候 一定要去修城堡 因為你修城堡的話 不修的話會倒不更快 就代表你後面兵力集結的時間 更短了 沒有更多時間可以讓你去集結兵力 可能就被一波打倒 是我們常說這個問題 好 呃 不列典剪下這個義勇義勢 義勇騎兵喔 雖然他的名稱叫義勇騎兵 但他的能力是增加這個弓兵的一個射程 所以他射程總共是會加三射程 那到強弩的話就是五加六 射程非常有 那強弓兵的話是六加六 十二射程 強弩的話會少一點 但還是蠻好用的 以這個高速暴兵來說是比較好 但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強弓兵 弓兵這也是 破箱 好 破爛點下這個拇指的話 那打這個強弩應該也是綽綽有餘喔 好 那目前破爛的弓兵是全滿的一個狀況 那要不要再點下這個 剛剛說的金罐 讓這個青騎兵身為這個大弱馬 就會有這個践踏效果 但這個践踏效果 我遇到這個疾兵還是蠻痛的 這個疾兵戳這個大弱馬還是會扣蠻多血的 好 所以我們修到願意要來偷進一擊 那中間喔 我們剛剛開場有講到的 這個中間到中後血 都挖串的話就會很危險 會直擊心臟 但是這邊目前不列點也沒有多餘的食物 跟黃金去點這個中型投石車的升級 反正是點下這個鍛造技術 來升這個疾兵的工坊 板甲技術也點好了 好大疾兵也升級完畢了 那這邊疾兵 投資的黃金量跟肉其實也是蠻多的 好 那這邊再插一個高地寶 把左邊狠狠的鎖死了 好 那這邊來一個高地打敵地了嗎 哇 強弩射程非常非常的遠 直接收掉了很多單位 三個單位瞬間倒地 但這邊波蘭正面是沒有城堡的 而且這邊還有人在挖黃金 完蛋 你這邊沒有城堡的話 你要怎麼打 哇城堡蓋在一個微妙的位置 你不蓋這個位置的話 這邊出兵點等等又被壓制的話 你的出兵點又要後側了 你在後側就沒有地方可以蓋建築物啦 哇 那不列典這邊非常強勢進攻 大級兵 加上戰矛強弩的一個壓制 但是這邊破爛有火炮 火炮打這個戰矛或級兵也算是有效果的 但是要非常密集 像這種密集就可以一炮打死兩隻戰矛 效率就會蠻好的 但是要特別小心 像對方的強弩 因為對面是不列典 不列典的強弩跟火炮是很一樣的 可是十二 真是殘攻兵啊 但是這邊是強弩 所以少是射程 但如果距離夠近的話 火炮還是很容易被點死 所以火炮也不能這麼輕易的 去往前去攻擊 好火炮直接硬找 哎呀 直丟找了一把OK 大洛瑪直接硬散 但是這邊直丟的出量非常非常多 直接戳死了大量的洛瑪 後面的戰矛依舊在輸出 想要來對這個級兵造成傷害 但是不列典的強弩跟級兵也是不甘示弱 後面都在做一個完美的輸出 兩邊來說波蘭剛內部洛瑪送的有點冤枉 除此之外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沒有後面的後續兵種 而且出的也不是強弩 突然省黃金也省過頭了 黃金還有一千五啊 但人家都已經瀕臨沉下了 這是沒有問題 我能理解存黃金的概念 但是這裡存的有點過多了 沒有還是趕快點下這個貴毒特權 給他這個重裝 重裝騎士去打會比較好 反正一隻騎士才30黃金喔 比強弩也比較便宜一點 好這邊看起來 好這邊看起來 這面戰毛又壓了過來 但是後面有城堡應該是守得住 三台巨頭繼續輸出 感覺這個大洛瑪快不行啦 大洛瑪快不行啦 好這邊是巨頭 這個很下來了 已經壓到出兵點了 後面也沒有多餘的空間 可以再繼續支持出兵了 這邊是唯一的出兵點了 後面這個馬舊這邊是 可能要多蓋一點 好 大洛瑪再一次嘗試進攻 大洛瑪又死光了 而且這巨頭被拆掉了 哇這邊是巨頭拆城堡 哇拆速非常非常快 沒有村民在修 看來要瞬間倒地了這個城堡 哇這個城堡要掰了嗎 倒了 城堡倒了 好倒了之後再補下下一個城堡 那目前波蘭這邊戰毛 持續帶輸出 但是戰毛問題就是他的射速就是慢了 純黃金冰董下午就不會這麼好 那這邊波蘭也沒有點下這個重裝 也沒有錢點 現在要移出這個肉馬 肉馬跟戰毛都是要吃食物的 但是波蘭的農田數量 並沒有達到60片田 或是70片田 只有四次片田的話 就代表說他的肉馬 才能夠有個障礙在 他要去買個食物之類 然後趕快用食物去買一些肉出來 所以硬點這個科技一下會比較好 好那這邊 普列顛這上面也扣開一些蠻舊 我來反駁一下 但是這邊普列顛好像 壓得有點兇啊 這個四巨頭還在拆啊 出兵點越來越被壓制 但是這邊波蘭有繞幾隻肉馬 然後直接到普列顛家裡直接做騷擾 但是到他家已經死得差不多了 原普蘭是沒有三級馬鎧的 對於箭矢的傷害是非常恐怕的 所以普列顛戰要通常硬衝的話 是有點難衝到對手家裡的 雖然衝到家裡也真點直 雖然那個狀況一樣 好 大量的兵直接上來硬打 哇 波蘭一直用戰毛筆 我看了好痛苦啊 這不是我所認識的波蘭啊 好 四巨頭 四巨頭再度往前 往前能不能直接硬點掉啊 強奴繼續往前 撕壓 但是肉馬 肉馬想找機會 但是又過去又死光啊 哇我看不懂我看不懂 哇這個忽然看了我 都好痛 一直在送兵 哇這就是被壓到出兵點的一個問題 哈沒了 一出來又沒了 好 波蘭終於打出了句句 帶著一千五百黃金 隱恨落敗 這個波蘭我有點看不太懂啊 呵呵 然後不列天這邊也沒出長弓 只用強奴跟戰毛 還有擊兵就戳死了對方 這個波蘭 可能對這個文明不太熟悉吧 所以玩法 有可能他是隨機到的 因為其實蠻多高中玩家 在打天鐵的時候都是玩隨機的 所以對文明的熟悉度 可能沒有那麼的掌握度 沒有那麼好也是有可能 雖然這邊大肉馬有升級這個 践踏能力喔 但是遇到擊兵喔 效果真的是不太好 而且肉馬這個單位 遠方本來就低了 走到一半可能就跌倒了 就直接Sick By了 所以這邊 目前看起來是強奴 真的是 給波蘭的肉馬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導致波蘭一直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破口 所以導致這場 波蘭雖然 經濟上好像有贏一點喔 但是事實上他贏也是要理所當然的 因為莫愁挖的人真的太多 有60幾能去挖木頭 那為什麼死物會贏呢 死物會贏呢 死物會贏也只是因為 波蘭他本身那個農田那個能力喔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10%的立即採受效果 黃金數量這些看起來 其實是補裂點是有點小數的狀況 那波蘭本身的經濟加成就比較好的情況下 所以贏也是算是OK的 但我覺得波蘭這邊最大問題是 就是選擇冰酒上有點太大問題喔 他剛剛那種情況一定是要出重裝騎士喔 然後加上這個強弩或戰毛 強弩要配一點然後戰毛一點就夠了 然後搭配這個火炮直接進攻會比較好 不然他正面基本上沒坦克的話 這個戰毛或是強弩就沒有辦法一個 有效的一個環境輸出 所以導致這邊經濟一直跟不太上喔 軍事也沒辦法起背的感覺 那就是有點傷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